啊啊 今天呢我們就要來開箱 超商御飯糰不推薦系列啦 我們有一些 握便當、加熱飯糰、手捲、還有壽司 一共有五款 這五款是我們比較不推薦的系列 其實這種握便當 其實你要看你什麼時候吃 那如果你是放在一般的中餐 或者是晚餐 通常對於一般的男生或女生 其實有些時候是不太夠的 它已經是分量不足的情況下 熱量還不低 你想一下你一定還會多吃其他的東西 那這樣相對來講熱量真的是很可怕的 而且除此之外他們 都有一個共通的特點就是 耐含量特別的高 油脂含量呢也不低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比較不推薦這些握便當的系列 最近我知道富航豆漿最近在網路上還有一點點的聲量 後面我們可以講一下為什麼我們會覺得它比較不適合 記得影片給大家看到最後喔 第一款呢我們比較不推薦就是 肉鬆玉子雙手捲刀 說實話它是這五款熱量裡面最低的 只有394大卡而已 那我想還比較不推薦其實在於它的品項問題 而不是在於它熱量的問題 它的品項就是有肉鬆 我跟你講基本上我只要看到肉鬆幾乎就是打傷不太碰的 可以選擇的話盡量不要選擇肉鬆 然後你看它裡面它那個洩漏棒 這也是假的啊 它就是加工食品 它根本不是真正的洩漏 所以在可以選擇的情況下盡量不要選擇這種 分量已經少就算了 還沒有什麼蛋白質 那蛋白質還都是加工品 然後那還這樣看一下 哎唷八百毫克 確實不少要特別注意一點點 好啦我們來試吃看看 先試吃看起來比較不好吃的玉子燒 它其實吃起來就是一般的鮪魚飯 它完全那個鮪魚的味道跟那個 美乃滋比較重 你吃不出來的玉子燒跟蟹肉飯的味道 它這個飯跟那個海苔擺在一起吃起來的口感比 我們之前好市都有開箱一個壽司系列的 那個壽司我們印象中它的飯比較黏 都黏活在一塊 所以比較沒有那麼的好吃 而這款它的優點就是飯還不錯這樣子 由於我們的美食探測員呢 每次看我們吃覺得很痛苦 然後這種東西又不能餵他們吃 所以我們就餵他們的飼料 我跟你講它的肉鬆跟那個飯啊 厚在一塊真的是美味 你在吃的時候你會覺得幸福感十足 而且它的肉鬆好像是二段烘焙的 所以意思是它就炒過了一次 所以更香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下一款就是我們的乾杯握便當 岩烤燒肉雙拼 外型一看就是超級高熱量耶 很可怕 一開始我們看也是這樣 結果看了一下它的營養素 它的熱量反而是第四名的 它只有440大含而已 那裡面用的是雞肉 照理來講應該是不錯的選擇 對原本應該我們認為它是不錯的 結果我們稍微看了一下 它的吶含量爆表 還有10克的脂肪還可以接受 然後吶含量卻高達1200毫克 你幾乎一整天的吶含量攝取只剩一半 它一定是味道很重 然後又有鹹味 通常那種調料更多的阿 味道很重的阿 吶含量都很高 它這個飯糰的蛋白質大概有接近三分 就是幾乎三顆雞蛋的蛋白質 沒有很多但還可以接受 這款吃起來挺不錯的一個點是 它會感覺讓你滿有飽足感的 它的飯量呢差不多是一碗半的飯量 然後裡面的肉呢吃起來非常的紮實 而且呢是很嫩的那一種 基本上有吃過乾杯的你會知道 它們的燒肉特別的有 所以它們的肉呢吃起來其實很香 因為調料十足 所以那吶含量炒有這麼的高 不是沒有原因的 它是比較有醬香味的感覺 所以剛剛我看豬肉吃下去 很像滿滿的醬香味 所以今天假設你不想去care你的那吶含量的話 我覺得這款是非常適合當成你的 一個中餐來源之一 所以你們可以當來考慮一下 下一款富豪豆漿的香鬆飯 那基本上我比較少吃素食的食物 為什麼我會說我比較很少吃素食 不是因為素食不好 而是在於營養學的營養價值裡面 素食的蛋白質來講 它都是植物性蛋白質 相對講是比較難吸收 它的氨基酸是沒有那麼的完全的 所以我比較喜歡吃動物性的蛋白質 那沒有說素食不好 只是我個人習慣的問題 欸對於這款素食 為什麼我比較不推薦的原因 在於它量有477大含 那其中呢它的脂肪含量高達15.8克 非常的高喔 那含量呢在可接收範圍在500毫克左右 所以是可接收範圍 它的碳水含量蠻高的 它明明比剛剛那一款乾杯的燒肉那個有沒有 看起來來的小很多 它的碳水卻多了10克 其中裡面的10克都是碳 那裡面的蛋白質也比較低一點 它的脂肪含量是偏高的 所以這是一般吃素食都會遇到的狀況 吃素呢我認為沒有不好 要看你的目標追求是什麼 像之前我跟香港的麥克波丁大師 安吉他有拍過影片 他也是個素食的愛好推廣者 他吃素的原因就在於說 他看到那些動物是怎麼被屠殺的過程 他覺得很心疼 所以他才想到吃素 那如果真的很想吃素 怕營養缺乏 可以多follow我們一些健康的知識去學習 他這款外面用的不是糯米 他用的是一般的白米喔 那我們一打開就聞到那個 傳統飯堂的香氣 撲比爾朗 超香 非常好吃 外面的傳統飯堂為什麼會好吃 裡面有放的肉燥 肉鬆 跟油條 這是精華 為什麼是精華 因為只有這幾個東西進去 他整體飯的才會香 才會好吃 他這款沒有油條 他這個肉鬆 很像是素肉鬆有炸過的感覺 然後榨菜呢 也比較甜甜的 所以整體吃起來非常的香 他們滿聰明的 他們用炸麵包條 然後就取代油條的口感 而且味道非常的逼近 咬下去很香很好吃 很接近油條 可是油條只要一旦放久了 就不好吃了 你可以吃到它有一點點酥脆的感覺 就像吃那種炸麵包丁的感覺一樣 是滿接近那個感受的 然後炸菜搭配它的肉鬆和飯 非常的好吃 下一款 海陸雙拼壽司廚 這款雷在哪裡 雷在於它的鈉含量特高 小小一盒 它的鈉含量也是高達1100毫克 非常的多 而且呢它裡面有寫的組合 是寫 它是寫小龍蝦沙拉跟日式太陽雞 我沒有記錯的話 日式太陽雞 基本上都是炸過的雞肉 所以我們比較不推薦 加上它是龍蝦沙拉 我剛剛稍微看了一下 後面的那個成分表 它幾乎就是一大堆的調味 要調成 所以這種東西真的是少吃啊 然後鈉含量又高 這是我為什麼不推薦它的理由 那我們現在來試一下這個龍蝦沙拉 你吃得出來一點那個那個龍蝦的味 但其實基本上都是米乃滋的味道居多啦 有點芥末感 所以你會吃起來有點辣辣的感覺 會感覺滿辛辣的感覺 它還因此解掉你米乃滋的膩 但也會讓你不小心越吃越多 要注意一點 它這個雞肉真的是感覺是炸過了 它是炸過 然後再放一陣子把它悶回去 那皮就軟掉了炸皮 我超不爽這種 呵呵呵 你要吃炸皮就是那種炸起來口感才爽啊 結果它還軟掉 我不喜歡這樣的feel 它雞肉口感偏硬 然後因為它是那種炸過的雞肉 然後回去泡軟 我個人覺得它沒有非常多mage 我不喜歡這樣的口感 好 下一款 我連吃完都不想吃 最後一款 富杭豆漿經典飯糰 就是剛剛我們吃的那款素食 它是葷食的 這一款熱量呢 極高 533大卡 小小一塊小飯 比較乾淨533大卡 而且那含量有高達763 其中脂肪是裡面最高最恐怕的 還有25克的脂肪 光是脂肪的熱量 哇 200多大卡 它是一般的豬肉跟雞蛋 結果油特高 啊我在想他們的油條 都是用大麵包條去取代的 所以導致它的油脂都很高 可是很好吃啊 我覺得它這個取代的很棒 它吃起來有點微辣辛辣感 然後那個雞蛋很香 它味道沒有素食那麼的香 但是呢 它有那種紮實的飯糰感 正反而經典的飯糰 因為它沒有糯米會讓你感覺差了一點 可是剛剛那個素食模仿的很像 它裡面的味道已經蓋過去 你不在意它裡面外面那個是不是糯米的感覺 它真的會讓你有這樣的感受 因為很多人吃那個飯糰 就是想要吃那個外面那一層糯米 那個米粒黏在一塊 然後吃起來又很嚼勁的感覺 它們算是同一家 但我不知道做法上有沒有什麼不同 它們的昏的跟素的 素的確實比較香的好吃 它們的昏的呢 麵包比較沒有那麼的香 它們的醃蘿蔔也沒有那麼的有甜味 所以相對來講呢 味道沒有那一款來的出色 我覺得它們有一個小小的優勢就是 它們是用白米當成它的飯糰 所以它就不是糯米了 糯米比白米的巨壓質還要來得高 所以它顯然上升速度會更快 而且我們味道會更不好消化 所以我覺得這是它們這款飯糰的一個優點 今天假設想吃飯糰 外面傳統飯糰跟超商的 我會選擇超商的這一款 喔為什麼 因為外面的飯糰基本上還在塞個流程 很大一個那個熱量超高 一個外面傳統飯糰可能到達700 800都有可能 那很可怕 所以真的一定要比較 然後它又是用白米 它不是用糯米 我會選擇它們 如果想吃飯糰我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然後我們再額外 再拍一個多的bonus 就是這一款 它原本是我們的前五名 原本我只看品項跟那個熱量那些來看 然後去選擇它 然後後來看一看它的營養標示 看一看 欸不對耶 這款跟品項不太符合 因為它這款叫做麻油雞飯糰 請客樓的 它熱量只有350大卡 它唯一可以講究那還能有800多毫克而已 脂肪也只有10克而已 比想像中來的少 因為麻辣雞通常你一想到的問題就是 它麻油放很多啦 油太多了不好 而且我它跟一般比起來都還比較少 這款真的很香欸 喔有欸 真的很香 它外面那一層飯 像炊飯一樣 但是被麻油不把 它外面雞很嫩 我跟你講它的雞肉吃起來感覺齁 然後呢卻又不會乾柴也不會硬 跟我們一般傳統吃到麻油雞裡面 那雞肉很硬 那種感覺是不一樣的 然後它的飯啊 淋上整個油的那種 然後麻油香 飯很好吃 然後熱量卻相對來講 比較低一點點 是我覺得我平常會拿來做選擇之一的飯糰 而且很十足 還有麻油香 雞肉香 還有那炊飯 和在一塊 你也可以聞到它米酒的香氣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適合 那幫大家做個總結 第一點 注意它的油脂含量 我知道這種飯糰 這種外食 你要很低油 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所以我們給它一個標準 你給它控制在15克的脂肪裡面 是可接受範圍 當然不是說超過就不好 低於就是最好 沒有只是給大家一個參考範圍 喔那你知道高於15克的 基本上那都很油 比較不適合了 那第二點 我們要看它的鈉含量 這種鈉含量 我建議你餐 不要超過800毫克的鈉會比較適合 因為我們一天就吃三餐嘛 那你一整天下來 就2400毫克的鈉 你不可能只吃這樣的食物 但我也不可能幫你規定的很緊 因為你不可能會直接照做 或者這樣子根本找不到你可以吃的食物了 所以可容許範圍800毫克以下 是可接受的法 超過800 真的就比較不建議 它就是高鈉食物 我們要特別去避免它們來 好第三個 如果真的想吃高度量的食物 至少不要踩雷吧 不要買個高熱量高鈉 阿富有個不好吃 吃了自己又生氣然後又貴 這Kimochi不是很不爽嗎 所以記得多看我們的影片 我們會幫大家給評測 像剛剛那個富行豆漿有沒有 有昏的跟素的 我原本想說昏雷都會比較好吃 結果它素的比較好吃 真的好吃很多 所以想知道好不好吃 以及到底有沒有那個營養價值 記得多follow我的影片 到後面想請各位留言告訴我一下 你們炸皮到底喜歡吃硬的還是軟的呢 我自己喜歡吃硬的 好 我們就下次影片見 掰掰 QA時間 今天是高蛋白開箱 下面的留言 您好 個人是晚上9點運動 11點就起 喝完乳清 有調味的 沒有吃宵夜的習慣 這樣會發胖嗎 其實你在運動後呢 直接喝個乳清 然後再去睡覺呢 我覺得OK啊 你想說欸 可是它在宵夜時間的不好 但是我們以運動來講 運動過後就是要補充 對的蛋白質跟碳水化物的來源 那乳清也是可以的 那你只要控制好你的總熱量 其實呢不用擔心 吃宵夜會發胖喔